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跟自由时报的头条 一样也是美国总统大选的相关报道 再来看到联合报的头条是说 今年地价税调涨 而全国最高涨幅的是在宜兰县 引发民怨 宜兰县长林聪贤宣布要重贫地价 如果有误客的税也要退税 而另外在台中也有不少的民众抱怨 今年地价税的调幅太高 而且也没有事前通知 提到今年地价税 要比往年多出好几倍 民众的火气又上来了 曾经说自己的房子会在台中南屯重化区内 住了二十多年 不过今年地价税 从以往的两万上下 飙涨了九万多让他很难接受 而之所以税率飙涨 就是因为出在不知道自己适用自用住宅税率 台中地价税大涨 也让民怨来到了最高点 民众抱怨地价税不仅调得太高 而且没有事先通知 导致还是得以今年结算 一般住宅的税率来缴纳 实在很难接受 师傅表示 一年来分区分离来看 已经有二点四万户申请自用住宅 还有大约一点五万户没有申请变更 师傅表示 自用住宅税率跟非自用住宅的税率 两者相差五倍 而在今年九月底就要完成申请 民众接到税单 还是得自己检查核算一下 才不至于让荷包大失血 继续李健山 奈士捷 台中报道 小品榜 新兽 柳 与